歡迎鄉親收看四個十九號的新中華新聞 我是您好 你好 新聞一開始 我們先來關心到中華七里國家團現出的消息 中華七里國家團從團到達已經賣了19年 這段時間內跟團參與到大大小小的演出 他過經驗理解和努力的認識 跟團的追蹤也受到各界的困難 為了更加最鄉親興興到精彩的演出 中華七里國家團中在四個十九號晚上七點 在中華還會聽基盤2023 料見隨想贏和努力 歡迎民眾從今天開始 可以到公訴社會科和這次中華結束官 免費卡票立場聽唱 中華七里國家團十九年的歲月 已經成為一個市立建築的專業成為國家團體 四個十九號 跟團中在中華還會聽 基盤2023 中華七里國家團 料見隨想贏和努力 跳到中華 跟團表時四個是台灣民眾小媽祖的規則 為了讓民眾用不一樣的方式提供中高興蘇 我们这次4月29日在彰化县政府演奏厅举办一场绕镜水响音乐会 此次音乐会除了由乐团本身安排绕镜水响以及相关乐曲演出以外 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请到我们国内知名的琵琶演奏家钟佩玲老师 前来我们现场跟乐团搭配合作 演出的曲目有天鹅以及天际 那这两首曲目呢对钟老师来讲是人生意义影响非常大的 那我们都知道4月份的时候是我们台湾妈祖绕镜的一件大盛事 那很荣幸的刚好国乐曲有这一首《绕镜水响》 我们就将此曲拿来此次音乐会当作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标题跟演出的内容 这次音乐会特别邀请到匹北演奏家钟佩玲老师 丹林江菜天际和天鹅能修协奏曲 并且由国家团队来望月听风 修演会立在那里 神游五周最近城 半岛风情 《绕镜水响》每一首音乐作品都有不同的就试 希望能够让听到美好的会议 这次很荣幸应邀来跟张化蓄力国乐团 与张艺红校长一起搭配演出 这是我很大的荣幸 然后我写的这首曲子也是在我从事演奏生涯40多年的生命历程当中 非常影响非常大的一首乐曲 有我的老师王正平老师所写的《天际》 与我对岸大陆老师刘德海老师所写的《天鹅》 两首是我的人生当中对我来说影响最大 也是最有意义的两首乐曲 然后把它提供给张化司令国乐团 都能够跟我一起 把它继续发扬光大的意义存在 中华集团林水显表现 这次讲演是不用会提票的立场 再来各个团众争用吉他管齐演出 而且也是受会演出 中华集团千万五湯测过这次的章菜表演 新中华新闻里边红中华 彩虹伯德